宜兰成功派出所惊传遭人纵火 在昨天凌晨2点多 派出所后方的机车停车区 突然爆炸起火 一共烧毁了6部机车 一部脚踏车 派出所的内外电路也全毁 警方立即调阅了监视器 锁定命名49岁的郭姓范贤 逮捕过程当中 嫌犯不但拒捕 还冲撞警车 落网之后他坦诚 因为不满先前 围停被警方取缔 才会纵火泄愤 宜兰成功派出所 后方的机车停放区 突然爆炸起火 空地被火团吞噬 狂窜黑烟 现场一片狼挤 有的机车被烧到 只剩骨架 共6部机车 一部脚踏车毁损 另外派出所内外电路也全毁 整栋断电 只能暂时依靠罚点机 到底出了什么事 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一名身穿 名彩上映的男子 走出机车停放区 不久后就起火 嫌疑重大 出动警力前往查补 嫌疑开车 触没在住屋处附近 被警方查获行踪 但他相当不配合 拒检还冲撞警车 追捕十几分钟 警方终于在东山湘 星辽一路以警棍 急破车窗 成功逮人 警察嫌疑为49岁 郭姓男子从事保全业 而他声称因为 5月23号时 围停被远警开单 才会心生不满 先去台北加油站 买汽油 2号凌晨2点20分 再到宜兰 成功派出所纵火卸份 机车停放区起火 那立即就通报 消贪队 前往灭火 将疑 妨碍公务 以及公共危险 及回损等罪嫌 移送宜兰地前署 申办 并建请检察官 申请击押 不满围停被开单 男子竟然选择到 派出所纵火 索性只有财损 没有人员受伤 接下来男子得好好面对自己所犯下的刑责 这依然综合报道